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色轮圈 保险杠下包围 黑色车顶行李架 屋灯周围装饰等 看上去非常别致 动力方面 新车将继续搭载170马力2.5升直列4缸发动机 腾动系统匹配6速自动变速箱 并将在今年9月份正式在美美市场销售 近日 有媒体曝光了一组东风本田全新中型SUV侧型 又R-V的实车跌造 新车的整体设计看上去与贯道基本相通 但针对前脸 腰线等细节处进行了重新设计 车围采用了6倍式的设计 一体式的尾灯造型看上去也非常有设计感 而在动力方面 新车将搭载1.5T和2.0T两款发动机 最大功率分别为193和272马力 据悉 该车有望在今年3月正式亮相并上市销售 日前有消息称 比亚迪唐100和秦100将于2月27日正式上市 相比现款设计 这两款新车在纯电动模式下的续航里程将提升至100千米 同时 续航里程为300公里的宋EV300也有望在今年3月开始预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哦 下面是一则关于造回的消息 日前 其他汽车因车辆后牵引臂强度不足 长时间持续使用后可能出现断裂存在安全隐患 计划自2017年2月13日起 召回2016年1月19日 自2016年6月21日期间生产的所有配置的KX5车型 共计31803辆 好了 以上就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愿各位周末过得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咯